这里是五节中心早期农地重化区农水路更新改善工程 可以看到路旁工区施工到一半的钢筋还裸露在外 大多没有套上保护套 万一有人不小心跌倒插入会造成伤害 地方要求县府要尽速改善 我们的代表民意代表都有拿刀已经拿刀到那边了 但是都没办法做到很确实 所以说工地安全卫生是第一要紧 再来要求拼截对吧 所以说你穿那车好出人命要怎么做 我想这地方代表民意代表已经反映了很多边了 希望官政府真的要落实 我像这样造成臭命灾产是相当不可处 对 那些汽车头本来都要保护套下去了 结果刚刚几几个月后边全部都没有 你像今天发生车好 这个事情发生了 这些要找上来处理 刚才是没策到 我希望这个总管团队 这个管政府这个部门 应该要多做保充安全一定要做好 来反映很多边了 船民都一直建议 但是目前都没有去改善 而地震处表示会立即处理 并择日邀请地方一起实地献刊 有关民意代表检议员来跟我们反映 整个工地安全的事情 他是在礼拜一跟我们科长通电话 那我们科长在礼拜二 大概马上就去做了一些处理 当然议员有反映钢筋螺落这件事情 我们会即刻马上来做处理 来加强 那另外我们也会安排 把时间请议员跟代表跟村长 到实地上去看 那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加强 那我们会即刻来做处理 农水路更新改善工程 是由内政部补助 今年7月开工 预计在12月底完工 宜蘭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 现在一起压 2 3 2 3 3 4 4 5 5 6 5 6 6 7